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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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沒有上班已經差不多兩個多月 天天在家其實都好悶 不知道做什麼好 天天都是收拾房子 天天都是煮飯 最開心的應該就是傻咪了 因為呢 長期有人陪著他 是不是 到時上班的話他就有幣加貨 沒有人陪著 是不是 平時傻咪吃的那隻糧 是這隻來的 2K折了好像160多元 一包 好像便宜很多 但我忘記了 但因為我家裡沒有位置 所以已經買了8K折了之後 會濕掉 因為香港的天氣比較潮濕 買了這個 然後加100元就可以了 也是2K折了 這個好像加了什麼纖維 我忘記了 因為買了很久 但都還沒吃完 原因是因為 傻咪呢 只是喜歡吃這隻 那這隻呢 吃都還沒吃完 那除了這裡還有一點 那其實呢 還剩了好大罐 那我每一次呢 現在是加一點 加一點下去 那希望他們呢 五角五角的吃 那免得浪費 小年 小年 懶得呢 你看他攤在這裡玩的 你今天很激動 那每天一天呢 在家裡呢 除了收拾屋 還有煮飯之外 其實都真的 沒有什麼可以做 那最大部分的時間呢 就是 躺在沙發上吃 還有呢 和兩隻貓玩 那最近我常常在家 煮劇 上Nervis看劇 那我連續煮了兩季的 性愛置修室 聚血的愛的迫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那期待了 一年的里斯朝鮮出賣 那一晚一次過煮了六集 那又看了尼泰院 因為那些朋友都說尼泰院好看的 那天天都是這樣過 那講開撿屋呢 因為呢 實在在家裡就太無聊了 那所以呢 上網看了很多那些收納的片 然後呢 有很多不同的啟發 然後有一天突然之間 心血來潮 好有衝動 就是想把廚房撿到 超整齊 超乾淨 那這裡呢 用來裝一些垃圾袋 之前呢 是真的 隨便放到瘋了 然後想找東西 超難找的 那現在呢 這樣搭起了些東西 那要拿東西的時候都整齊 全部東西都進入箱 那要拿東西的時候呢 就拿開上面的東西 整個拿出來 然後就整個放進去 是方便 超多 好啦 那接著呢 就在這裏 那我就在Muji那裏買了那個 擺那些雜誌文件的東西呢 那我就把那些清潔用品 全部一支支的放在裡面 那這樣放在裡面的好處呢 就是又是啦 可以呢 你要什麼就整個抽拿出來 那就不用在裡面翻箱到位 有時候呢 你沒有這些箱呢 在裡面的東西呢 會塌了 然後你又要重新收拾過 然後呢 久而久之呢 是不會收拾的 噴壺啊 噴灑用那些 有這些勾勾的呢 那我就這樣掛在這裡 整個這樣移進去 那現在呢 其實是整齊了很多的 那其實呢 整個廚房啦 整個的 周圍的儲物啦 包括雪櫃啦 我都是用這些盒子呢 一個個這樣 就把那些東西 全部丟在那個盒子裡 那拿出來的時候 就真的非常方便了 那大家呢 有機會的話 或者想 好好地收納的話 可以隨之下參考一下 那這些是梳打水 那是無糖的 那你呢 拿出來 那就可以很輕易地 拿到裡面的東西 那譬如拿完一罐東西之外呢 那你就可以 這樣整個放回去 那這樣就很整齊了 那又不會弄太多的東西了 那一盒子 那一盒子 那些呢 真的不知道怎麼放 真的呢 隨便買完之後 就放進去 那然後呢 整個雪櫃就很亂 你找的東西是很辛苦的 那現在呢 就整個拿出來 對 上面呢 很喜歡進廚房的 因為呢 我常常在廚房裡 做這樣做那樣 那樣 那他經常都很喜歡 在旁邊看著 是不是 哇 好啦 那換好衣服之後呢 就準備出去買菜了 那其實現在呢 買菜呢 我都是 買幾天的菜 可能兩三天的菜 那因為 其實出少一些街 感染的機會都比較低一點的 那 還有不用浪費那麼多口罩 那每次出街呢 我都一定會帶三樣東西的 那口罩我一定要有 有這個的酒精噴霧 那然後呢 有一個酒精搓手液 那這個呢 酒精噴霧呢 有時候譬如 你去公眾地方 譬如你要去超級市場 那你會碰那些籃 就是你會拿籃 或者推車仔 那我就會用這個的酒精噴霧 噴完整架車 那至少 起碼你要噴到 你會碰到的地方 譬如手柄啊 推啊 那些地方 好 出門口了 嘻 我們一齊出街吧 好嗎 這個小朋友 有得出街 超興奮的 一起出街 Let's go 走吧 好了 現在準備開車出去買菜 那是 一天裡 我覺得最難捱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 要想吃什麼菜 是很辛苦的 其實呢 在香港開車 我覺得真心不是太方便 因為呢 香港地方實在太少了 那要找一位泊車 是真的超難的 是真的超難的 終於拍到位 可以去買東西了 那要找一位泊車 那要找一位泊車 剛才呢 找到位 太興奮 然後忘記入錶 現在去入飯錶 想不想到今晚吃什麼菜 想不到啊 想不到啊 想吃什麼 真的很難想 要包六十五的雞排 要包六十五的雞排 麻煩 要包六十五的雞排 剩瓜要兩條 麻煩 要半斤豆苗 三十元瘦肉 用來炒 除了口罩 舒服了 那其實呢 樓上樓下 都是一些朋友 所以呢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一起 煮飯吃 那我們現在呢 是夾了 就每人呢 就 我們夾幾錢啊 每人 我們每一天 大概呢 我們是預計 二百四十元 那我們就每個月夾了一筆數 那就在工數上 每一次 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工數 工數那裡 那個銀包那裡 拿錢去買菜 現在法國呢 吃吃吃吃 又不需要這麼貴 今天是買了 一百六十元而已 有雞 有豬肉 有菜 已經很豐富了 一百六十 自己煮就很便宜 那每一天呢 買菜的時候呢 其實呢 都是戒備狀態的 有碰到任何東西之前呢 去碰到任何東西之前 都要噴一噴 我真的很怕死 那買完菜回來 又是全身噴完才入屋 那就馬上洗手吧 那就要準備今晚的晚餐了 剛才買的這個雞 是很划算的 那呢 這個是 1kg 那有 我想6至8塊 8至10塊 左右 那 68元很划算 那些瘦肉買回來呢 我會盡量切薄片 那因為切薄片呢 那快熟一點 那就不需要炒那麼久 令到那些肉片太過熟 那之後會變得很韌的 那切完之後呢 那我會放些什麼葉呢 最主要是油和鹽的 那醬油和番薯粉呢 我會放很少很少 因為我們整班人都在低糖 那所以呢 那醬油都盡量不要放太多 拿來調味道就OK 那我喜歡用番薯粉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番薯粉呢 我覺得比起三份 吃起來是比較滑溜一點的 那接著呢 那些雞扒呢 我會熟了雪之後呢 我會印乾乾它 然後呢 然後呢 都是加少許油 還有加少許鹽去醃 還有可以加少許 加少許黑椒都可以的 那然後呢 我會切好些薑片 那一會煎的時候 放些薑片下去一起煎 那我覺得呢 加薑片煎雞扒呢 其實都很好吃的 那呢 那呢 炒這個瘦肉呢 炒到它可能五六成熟 那然後再加些聖瓜下去一起炒 那呢 都勻了之後 加了調味 加少許鹽調味 那接著呢 又是蓋上蓋子 讓它呢 燜熟一些聖瓜 那這個鍋呢 是真的超夠鍋氣的 那些菜呢 放了下去呢 是炸得很久的 因為之前呢 買過很多鍋呢 用電磁爐的話呢 其實下去呢 那些菜因為凍 那你呢 那你呢 很快就把這個鍋呢 冷卻了 那這個鍋呢 我真心覺得是很好用 靚 它Pountain這個豆腐呢 是要非常之有耐性的 我自問呢 我自己不是一個有耐性的人 所以呢 是整天都呢 會炒到這些豆腐呢 散散 那所以我呢 通常都會買一些 比較硬身一點點的豆腐 乾來炒 那豆腐煎到這麼上下呢 那我就會加少許鹽 兜一兜 然後呢 加少許麻辣鮮露 那已經很好吃的了 麻辣鮮露炒豆腐 搞定 吃得 那呢 那呢 搞完一大龍煮完一場大龍鳳之後呢 那當然是要拍一張漂亮照 那我每天呢 煮完一些東西呢 現在盡量都冷 照片呢 拍到冷靚那樣的 那又要設定 又要設定 又要設定 你給我坐 我想吃飯 姐姐 不好意思 excuse me 開飯了 做我鄰居的福利 大家吃飯 吃飯 吃飯 吃平了 嗯 好味 好味 是啊 好美味 假 好假的肥肉 好假的肥肉 終於得起心肝呢 拍了全日vlog 那如果大家都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 給個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分享我的影片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一出片呢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好了 我要洗碗了 下次見 要不要緊 記得按旁邊的影片 我們會請按旁邊的影片 感谢观看